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我稍微講一下前面這裡有一個沒有跟各位介紹的 在這裡 相關軟體的 好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的對不對 事實上這邊呢還有兩個 蠻建議各位可以稍微試看看的一個是這個 螢幕上畫來畫去的還有就是 這個叫做 教編教編我應該有發明去吧 應該是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像 像在這個上面我就是真的用打字的 這是中文的字所以它不是圖片 它不是圖片可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裡我不要寫教編 因為 那個字打不出來 所以這個有它的缺點 就是在中文字假設你一定要用字的 就是 這個有點 不是OK的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我常在這邊不是放大縮小嗎 對不對在那邊畫 那這個呢不用安裝的 所以您可以到 您的 抓下來的這個檔案裡面 打開給您看一下 免費軟體 裡面我有放一個叫做 免費螢幕放大這個 這個 這個 東免安裝的還有一個是這個 虛擬教編 有沒有 這裡兩個 那你打開之後呢 它只有一個執行檔 執行了之後呢 會像在我右手邊這邊一樣 會出現這個 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該怎麼做 你如果進來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很單純 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畫 一個是什麼 放大 潤是放大 之後是畫 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要在 我們的螢幕上 比如說這裡 我想要告訴你這邊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範圍 是會超過簡報 平常如果你用Power 沒有問題 Ctrl加P 有吧 還是有那支筆 可是超過簡報就沒有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按 Ctrl加2 就直接畫圖啦 有沒有 螢幕上的都可以畫 你也可以搭配滾輪 放大 縮小 有沒有 放大縮小 那萬一如果你要畫得比較正一點 你可以怎麼樣 按住Shift 有沒有就是直線 按住Ctrl 就是 方框 這樣也OK 那顏色怎麼辦 顏色你會的英文 第一個字就可以 紅色叫瑞的 所以叫R 有沒有變紅色的 藍色叫不入嗎 orange pink 還有什麼 Yellow 還有 還有什麼 大概這幾個應該就夠了 所以你還可以搭配滾輪 就是按住 Ctrl加滾輪就可以把那個比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所以其實 常用的 那 要把它清掉 要把它清掉 有兩種方式 我們還原的話是Ctrl加計 對不對 你一個一個清也可以 但是萬一你要一次清掉 像我剛剛一次那麼多 就不要了 因為英文的 橡皮擦叫做什麼 Eraser 所以按下ABCDE的E 有沒有就全部清掉了 所以還蠻不錯的 你可以搭配滾輪 放大縮小 那麼 建議各位 如果說你用好 你要ES7就離開 那建議各位如果你是Windows7以上的版本 其實你還可以搭配一個快速鍵 因為我們剛剛不管是哪一種 哪一種那個 這個比 你在這邊畫的時候其實螢幕本身是不能操作的 也就是它好像把你拍圖一樣 你只能在上面畫 但是如果你想操作你可以搭配一個 Ctrl加4 這個在它裡面稱作什麼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叫Lab ROM 可是這個SP不支援 一定要Visar以上的 Visar以上的 所以你看喔 我按Ctrl加4 有沒有放大 有可是這個時候我還是在操作 有沒有 螢幕本身這個可以操作我點一下 好進來了我就可以在上面移動 再按一次Ctrl加4它就會鎖回來 這個是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希望放大的時候還可以繼續操作那個畫面給你看 其實什麼時候會需要放大 第一個 想要給你看網址 網址這個有沒有比較小一點 所以通常我就會把它 放大給你看 放大給你看 這樣子的話大家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還有就是有些報告你的那個比如說Excel 那個字很小的 我就放大給你看就好了 對不對 你就不用靠那麼近 這個是第一個 那叫編更不用講 太簡單了 叫編你只要執行一下就好 這個點進去 一樣分64位元跟 32位元的 執行了之後呢會有一個叫編在這裡 在這邊的他的快速鍵你可以 預設是滑鼠點三下 連點三下 但是通常因為會跟我用的其他軟體有衝突 所以平常我都是把這些快速鍵就拿掉了 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 我大部分就是我要的時候再來 那 怎麼用 我比如說這個我先藏起來 我把它收起來 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 在小圖上按右鍵 再一次就沒有 再一次就出來 我大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我需要的時候就把它點出來 那如果我要設定的時候呢 點兩下 你的筆 可以 有大有小 你也可以選擇不一樣的 還可以選擇透明度 我想有時候我們 在一樣的範圍裡面 我要指定某一個範圍給你看的時候 畢竟用滑鼠是不是稍微比較小一點 可是這樣是不是比較清楚 這是 應該會比你用那個紅色的光筆 來的好一點 因為紅色光筆說真的其實 眼睛看似不舒服的 尤其有些人喜歡晃來晃去有沒有 有沒有在這裡 我比較討厭那一種 就是講解的時候在那邊晃來晃去 你已經看不清楚了在那邊晃 所以你用這樣應該就看得比較 清楚一點 所以這兩個 跟簡報有點相關的